被动修真之旅 在青云山云雾缭绕 山巒重叠宛如仙境 山上的青云派是修真界的名门大派 门内弟子众多 各个资质优秀 努力修炼以求得到 青云派掌门人云天尊者 慈爱地看着他的弟子叶成 这位资质平平却心地善良的年轻人 日复一日地默默修炼 叶成年纪轻轻 却已在青云山上度过了十年 师尊云天尊者对他极为疼爱 是如己出 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师徒情谊 叶成虽然修为平平 但他心态豁达 并不因此气馁 依旧每天努力修炼 协助师尊处理各种事物 某日 青云派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开山大典 各路修真者齐聚青云山 共同见证这一年一度的盛事 就在大典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 一位气质高雅的女子经线大典之上 她容貌绝美 气质冷艳 似乎与众不同 引得众人侧目 云天尊者见状 心中隐隐不安 她感觉到这女子身上 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威压 这股威压甚至超越了 她这位掌门的修为 然而 让她更加惊讶的是 这女子竟然自称是 古代女帝的转身 女帝转身的消息震惊了 整个青云山 弟子们议论纷纷 叶成也在一旁默默观察 这一切 心中满是疑惑 这位女帝转身的女子名叫林雪 她的出现让整个青云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 林雪的目光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最后停留在叶成身上 她轻轻一笑 似乎看穿了叶成的内心深处 就在这一刻 叶成感到一股神秘的力量涌入体内 她的身体开始发生奇妙的变化 叶成惊讶的发现 自己竟然觉醒了一个名为被动系统的神秘能力 这个系统让她无需主动修炼 只要她做的事情是被动的 她的实力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增强 从此 她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的的变化 叶成一开始对这个系统充满了疑惑和不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逐渐发现了这个系统的巨大潜力 无论是打扫庭院照顾灵兽 还是读书学习 只要是被动的行为 她的修为都会随之增长 有一次 叶成在山林中散步 无意间遇到了一头受伤的灵兽 她出于善心 将灵兽带回了青云派 细心照料 没想到 灵兽康复后 竟然对叶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主动跟随她 成为她的灵宠 随着灵兽的陪伴 叶成的修为图飞猛进 她逐渐意识到 这个被动系统不仅仅是增加修为 更能改变她与周围事物的关系 叶成开始利用这个系统 帮助更多的人和灵兽 为青云派带来了许多益处 然而 灵学的出现并非偶然 她的真实目的逐渐显露出来 原来她是为了寻找一件古老的神器 九天玄女剑 这把剑蕴藏着无穷的力量 能够改变修真界的格局 灵学相信 只有找到这把剑 她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 实现她未尽的夙愿 灵学的野心让青云派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危机 她利用自己的强大修为 逐渐控制了派内的高层 甚至试图篡夺掌门之位 云天尊者虽然修为高深 但也无法完全抵挡灵学的威压 叶成看在眼里 急在心头 她知道自己必须挺身而出 保护师尊和青云派 然而仅凭自己的力量 显然无法与灵学抗衡 就在这时 叶成的被动系统再次发挥了作用 叶成决定以退为进 开始在青云派内做一些 平凡而又被动的事情 她帮助师兄弟们修缮房屋 清理药田 甚至在近世中冥想 她的每一个被动行为 都是在为自己的修为积蓄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叶成的修为逐渐接近灵学 终于在一次关键的对决中 叶成以其身后的内力和灵活的身法 成功地将灵学逼退 灵学健壮 心中震惊 她从未想到 这个平凡的青年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在这场对决中 叶成并没有将灵学置于死地 她看出了灵学内心的痛苦和迷茫 决定给她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灵学感激地看了叶成一眼 最终选择离开青云山 开始了自己的修行之路 叶成的勇气和智慧 赢得了师尊和师兄弟们的赞赏 她不仅保护了青云派 还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被动系统的强大 从此 叶成在修真界声明确起 成为了人人敬仰的英雄 在青云山上 叶成依旧过着诗词图笑的生活 她深知 修真之路漫长而艰辛 但只要心中有爱 脚踏实地终有一天会达到那至高的境界